我昨天整晚看地震的頻率 到今天早上 今天到剛剛八點多的時候 我們的地震的震度還在兩級到四級之間 它沒有降下來很快 它比0206降的更慢 所以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有更大的地震 包含我自己來這邊 我的家人也是很擔心 但是我還是得進來 很多住戶都希望能夠回去拿東西 但是理長也告知了 以現場這狀況 土著目祭祀看起來好像希望渺茫 那該怎麼辦 萬一最後還是沒有辦法回去拿東西 居民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事件不是大家想要的 但是人安全就好 那我的心態大概是覺得說 我們人平安了 那我們盡力去協助他們想要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做不到 陪同進去的救難人員 如果有二次傷害 那對我們一樣是一個心理上的陰影 看得出來你承擔還蠻大的壓力 剛剛您有點哽咽 是覺得想到很多住戶跟您講的期待是嗎 還是說 應該是說 康老師的往生我們覺得很錯愕 因為他原本是出來了 而且我們有告訴他不要進去 可是他還是衝了進去 然後其實這種 我們很怕又同樣的二次傷害發生的時候 其實不是我們每一個人可以承擔 那個心裡一輩子的陰影跟沉痛 您的房子其實也在裡面 對 但是之前黃丹鑑定是沒有問題 所以才會撤除過黃丹 但是這一次地震發生之後 整棟門都塌了 會不會覺得說之前縣埔或是說 屯的地區在一些判定上 會不會有一些疏忽才會導致這樣的機會 我個人不會這麼認為 因為在0206的時候 當時就說我們天王心智在斷層帶 所以當時我們也覺得我們很幸運 並沒有有倒塌的情況 那因為這次的地震我知道非常的大 而且比0206更大 因為0206那一天我人也是當場在花蓮 我親身經歷我不瞞您說 我當下抱著我三歲的女兒 我只用被包起來 在0206那一年 我只告訴我這幾件事情 隔天希望我老公可以爬窗戶 進來看到我的遺體 所以我明白那個地震的大 是你沒有辦法想像的 您認識康老師這個人嗎 我認識他 那你說你剛剛很擔心其他住戶 因為想要再回去拿東西 然後發生危險 那你剛剛有講到說你的壓力是來自哪裡 我昨天整晚看地震的頻率 到今天早上 今天到剛剛八點多的時候 我們的地震的震度還在兩級到四級之間 它沒有降下來很快 它比0206降得更慢 所以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有更大的地震 包含我自己來這邊 我的家人也是很擔心 但是我還是得進來 現在來的過程中其實也就是經歷了非常多 我也是很心急這樣 我努力的想要回來這邊 跟我的住戶他們同在 我也許不能幫什麼 但是我盡力而為 就是我能提供什麼資訊 一手資訊給主管機關 讓他找到我的住戶 還有就是住戶們他們期待 需要的辦理身份證 辦理所有的文件 那我能去跟主管機關溝通的 我在這邊目的就只是盡力的協助 趕快讓他們可以重建站起來 然後讓他們不要孤單 如果明天大樓真的要拆了 你會不會很捨不得 大樓如果明天可能拆了的話 你會不會很捨不得 呃 我覺得我們遇到了還是要面對 好 應該到這邊因為我要去開協調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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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個我休閉 我們這邊有一個副執經查 可以跟你們講一下目前就件的情況 來跟我來 來嗎 人都平安 你們再往前走 家裡祝福的 需要便當跟我們說 一句 好 不要客氣 我們的便當 家裡可能會變成巨大 少了 為一個現場的 家裡長近 家裡相當中 家裡的小地方 小地方 家裡除了 家裡的住民 家裡的生活 家裡的住民 家裡的仙巨大 家裡的家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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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